那么来看到距离总统大选投票剩下61天了 那么蔡英文的新北市竞选总部今天正式成立 前民进党党主席也就是前台北市县长苏贞昌 这一次没有列在部分区立委名单里头 苏系人马也是不见一人 但是为了展现团结的气势 苏贞昌今天还是到现场复选了 所以新的状况交给一品 好了 主播蔡英文的新北市竞选总部 在今天傍晚正式成立 虽然前台北县长苏贞昌也是前民进党主席 这一次并没有在部分区立委当中列名 但是为了展现团结气势 苏贞昌今天还是来到现场帮蔡英文站台 我们来听一下苏贞昌怎么说的 真的国民党如果没到台湾不好 这都是马英九做败 是国民党这立法委员 抓手的过关 这都是共犯 都是跟马英九共犯结构 票如果再打给国民党 就是肯定 党议不要叫乱从 所以拜托大家 一定这次 照刀票 给国民党去反省 让我们民进党 完全的决定 让我们民进党有够力 让蔡英文撒起来 让我们政党轮替 民进党加油 加油 距离选战只剩下61天 其实今天蔡英文的行程相当的忙碌 一大早从宜兰县开始到台北市 新北市各地区帮各地的民进党区立委参选人的总部 成立竞选大会站台浮选 一直要到今天傍晚8点左右 才会回到新北市竞选总部来 而苏贞昌在稍早的谈话当中 对于蔡英文的支持跟加油的强度 比对立委的强度稍微弱了一些 大部分都是希望 在台北新北市的立委部分 能够红不浪 也就是全部都上磊 而苏贞昌是表示 新北市总共有12席立委民进党提名的10位 只要有6席上榜 就有可能在国会过半 苏贞昌同时强调 新北市只要胜利 这次选战就会胜利 新北市是这次选战的决胜关键 以上就是最新的情形